那么地位,什么面子,多少余人为了你这虚伪的外表,而凌然而生为莎士比亚,老实说,依旧有许多大人物,尽管口头上拼命,讨好平民,心里却一点也不喜欢他,能莎士比亚, 一个人无论有着什么器材亦能,当然不把那种才能传达别人的身上,他就等于一无所有,也只有在把才能发展出去以后所博得的赞美声中,才可以认识他本身的价值。 莎士比亚爱的力量是和平,从不顾理性承规和荣辱,它能使一切恐惧震惊和痛苦在身受时化作甜蜜。 莎士比亚没有什么事是好的或坏的,但思想确实其中有所不同。 莎士比亚人生就像于短重复叙述的故事,一般可见莎士比亚有些人对你恭维不离口,可全都不是患难朋友。 莎士比亚被认为是诚实的人都会感到心底,有莎士比亚,你的舌头就像一匹快马,他奔得太快,会把力气都奔完了。 莎士比亚放弹了。 莎士比亚放弃时间的人,时间也放弃他,莎士比亚命运如昌迹。 听见遭遇起,莎士比亚爱情里面要是掺杂了和他本身无关的算计,那就不是真的爱情。 莎士比亚生命在发展中得到延长。 因为思想莎士比亚两个人骑一匹马,总有一个人在后面,莎士比亚要是不能把握时机,就要终身蹭等一事无成。 莎士比亚传播思想,无损于思想的传播者。 莎士比亚我们所要做的事,应该一想到就做。 因为人的想法是会变化的。 有多少舌头,多少手,多少意外,就会有多少犹豫,多少食言。 莎士比亚你写诗句,和他交换着爱情的纪念物。 在月夜,他的窗前你用作作的声调唱着假作多情的诗篇。 你用头发编成的外环质戒。 虚滑的事物。 锁碎的玩具,花束磅礴。 这些可以强烈的骗有一个稚嫩的少女之心的信誓来偷得她的情。 你用诡计,倒去了她的心。 你用诡计,倒去了她的心。 杀士比亚。 我用诡计,则太继蒙尔园。